順利煙火一一綻放 照亮夜晚的天空 五月的菊島在花火節的音稱下 顯得格外熱鬧 而這一場煙火秀 可是為了澎湖鐵人三項加碼舉辦 就是為了給選手 還有觀光客們最棒的感受 像我今天有1032位選手参加 那當然就對於整個觀光的幫助 住宿里有多 當然還有一些建築來 所以我們增加了好幾千人到澎湖來 許多體驗愛好者為了比賽 特地來到澎湖 除了要挑戰自我 還不忘趁著週末假期 好好重點一番 對啊 就是來 走一走 玩一玩 放鬆一下 這樣還不錯 今天晚上會有很多 有很多食物嗎 有很多泰文啤酒 很多泰文啤酒 夏仁醬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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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中國的 對 平時寧靜的廟宇 頓時間充滿了嬉鬧聲 也讓當地居民一成不變的生活 多了一些色彩 大家都很喜歡 在這個社區 我們這個社區 也很熱鬧 我們平時這邊比較沒有人 就是很多有 常常有辦這種活動的話 有考慮這樣 對啊 因為我也是做小吃的 我是賣小吃的 澎湖體驗三項 在美麗的煙火下告一段落 有著五顏六色的光彩加持 相信每位選手的回憶 都變得更加繽紛 外體育新聞 甘邦傑 黃小豪 在澎湖的採訪報導